我们是非常好的朋友 我觉得祖海在我的印象中 是一个做事情非常认真的人 他之所以能把歌唱那么好 就跟他做事做每一件事 非常踏实认真有关系 安静 对 你上了多少届春晚 自己有印象吗 我记不清了 应该那些年一直在上 超过十届了吗 差不多 所以我觉得你真的好幸运 你想想 在中央电视台春节两房晚会 这样大舞台上 你能捞得着唱独唱 我真的觉得你好幸运 是啊 我也觉得好幸运 关键是有实力 对 一个是 你自己夸自己一下 有实力 对 你看那个时候 这个还真是小女孩呢 那时候也说 二十分钟头吧也就 对 是刚来北京吗那会儿 这时候是我大学毕业 刚刚大四的时候 作为一个大学生 你上春晚老激动了吧 我也是完全没有想到 其实说起那个春晚 它是有前面有一段故事的 因为我在98年的时候呢 我参加了清歌赛 当时是代表我们中国音乐学院 去参加了清歌赛 那年的清歌赛 现在想想也是非常的来之不易 因为在那一年的清歌赛 第一次是进行了叫团体 就是一个团体选六个人 就是团体 团体比也比个人 还有一个最难的 难度最大的就是 文化课 对 第一次有综合素质的比赛 所以那个时候 因为综合素质 它关键没有一个范围 对 就是古今中外的音乐史 然后就是还有会考一些历史 会考一些地理 对对对 那么有范围 我呢是代表中国音乐学院 大四嘛我记得 去参加这个第八届的清歌赛 但其实比到最后的时候 我们那五位已经全军覆灭了 就剩下我一个人 所以压力也特别的大 但是还好 因为之前准备的比较充分 然后就获得了一个 专业组的民族唱法的二等奖 和综合素质的二等奖 太棒了 因为有了这个奖 你才上了春晚 对吗 然后因为每一届的这个 就是清歌赛的选手呢 中央台都会有一个签约歌手 然后我那个时候呢 就非常荣幸地 就进入了这个签约歌手 就被签约了 这首歌 因为我记得当时 在抗洪的时候 做了十二首作品 那么《为了谁》 是其中的一首 而且《为了谁》的这首作品呢 她的这个初衷是希望 以一个小姑娘的视角 来唱这首作品 所以就是挑来挑去 选来选去 就觉得我比较适合 就因为你那种笑 想上我呀 对 就是能够感觉到 那个时候 祖海还是非常的青涩 계不错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